基隆地檢署內滿滿的一桌子毒品 其中安非他命就有12公斤 Ketamine則是高達200公斤 橫跨兩岸的販毒及運毒集團 利用工藝品及行李箱 將毒品包裝藏在裡頭 企圖闖關入境 你是每一個裝飾品裡面加一個 直接載進去 我們是從今年初開始 查到有這樣的訊息 那所以我們就一路開始布線 透過通訊監察 也透過跟尖的方式 一路向上溯源來追查毒品的大盤 那這中間也透過了刑事局 蒸8隊 蒸3隊 還有基隆市警察局 台南市警察局 苗栗縣警察局等各個單位 全力的投入 基隆地檢署指揮海調處基隆站 經過長期的跟尖 發現毒箱是利用散裝貨櫃 以化整為零的方式 由台灣下單大陸包裝 將大量的毒品走私入境 檢調這次透過了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 司法互助的協議 同步在全國進行查棄 終於破獲今年北部地區最大的毒品販運走私集團 目前還有多名的共犯在逃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